我姐姐是跟其实说实话 我姐姐跟我们的生活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她不愿意去出现在大众事业里 所以我也不怎么谈到 因为人家人家有自己的生活 人家不喜欢这个在网上说这说那的 近日赵本山的女儿求求 官宣自己被求婚成功的喜讯 与此同时 求求的家庭关系同样遭到热议 据悉 求求是赵本山和第二任妻子玛丽娟所生 赵本山和前妻葛淑珍同样育有一儿一女 儿子赵铁蛋因病去世 女儿早已经成家立业 求求经常伙约在社交网络平台 而赵本山和前妻的女儿却嫌有消息 不少网友便质疑赵本山偏心 没有做到一视同仁 对待前妻女儿不好 针对网友的质疑 求求在直播间中 首次提到了赵本山和前妻的女儿 并批谣赵本山对前妻女儿不好的传闻 求求称姐姐和她们的生活是一样的 之所以极少有关于姐姐的消息 是因为姐姐不愿意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 为了尊重姐姐 所以她就不怎么谈关于姐姐的话题 还称姐姐有自己的生活 不喜欢在网络上泡头露面 一家人私下里都会有聚会的 另外有网友指出 当初赵本山和前妻的女儿结婚时 赵本山为她举办了一场轰动当地的婚礼 这些至今在网上仍有报道 并不存在对其不好 网友还是不要过度猜测了 我们下期再见